大家好,我是Dan 被滴舍指控想要抢夺5050的幕后黑手 安森尔音乐制作人 昨天再次被滴舍爆料 伪造文书、抢夺音乐 而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根据滴舍爆料 5050的爆红歌曲Cupid 是所属公司代表委托安森尔 以9000美金向瑞典音乐学校的 三位学生购买的歌曲 但是委托专辑制作的安森尔 为了抢夺Cupid这首歌 他瞒着所属公司代表 私下给三位作曲家个别付款后 想要将歌曲版权占为己有 而原本已作词持有7.5%股份的安森尔 股份突然增加到15.5%了 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傻里的地方就是 参与作词的5050成员Kina的股份 突然从6.5%变成了0.5% 安森尔连成员的股份也动了手脚 那安森尔是怎么做到这些的呢 据了解 在安森尔对所属公司的老板说 处理应援版权问题需要三个月之后 他为了独囤三位瑞典作曲家持有的74.5%股份 所以就写了一张股份变更确认数 因为安森尔只是被所属公司委托专辑制作的人 所以必须要得到所属公司代表的允许 才能处理有关股份变更的事情 但是他偷偷进行了 而在这过程中 因为股份变更确认数上 需要瑞典作曲家的签名 所以安森尔就伪造了签名自己写上后 将文件提交到韩国音乐版前学会了 在韩国伪造他人的印章签名 是会出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重罪 而安森尔在提交伪造的文件后 成功将瑞典作曲家的名字给删掉 将自己的股份提升到99.5%了 然后在地社爆料这件事情没多久 安森尔的公司发出声明表示 帕比的NB是因为代表以纠纷为理由 擅自取消的 并不是我们的错 我们真心希望 所属公司与50-50的纠纷早日能够解决 也希望在双方的纠纷中 不要将本公司带入 50争议的主犯想要退出 可笑的都没话说了 背叛代表的成员们 又被安森尔背叛了 啊可可 早知道是个没良心的家伙 但没想到连成员的股份都动手了 口口声声说 安森尔是我们的代表 我们的代表的成员们 以及傻到不行的家人们 真想听听他们的立场 成员们到现在也是一句声明都没有 应该就是个安森尔是一体的吧 真的再没有机会了 给KPOP韩国丢人的安森尔 应该要退出演艺圈 严厉处罚 伪造文书已经是涉及到犯罪了 希望真的能有恶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日本网友票选 KPOP曼思南前十位 曼思南就是私调漫画出来了一样 有点不切实际 很像漫画中的男主一样 又帅又美的意思 那我们马上来看看吧 10位 The Boys主演 9位 BerryBerry光明 8位 SF9 罗文 7位 2x2 Subin 6位 NCT T Taeyong Lemonade 5位 17 Jonghan 4位 StayKids Hyunjin 4位Astrochano R位NiPhoneSungHoon 2位BangTanSongHoonD 3位BangTanSongHoonD 3位BangTanSongHoonD 4位BangTanSongHo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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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位BangTanSongHoonD